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来聊聊周深与《化身孤岛的经》这首歌的故事 十年前的周深还只是个学生在网上唱歌 当时用卡布这个网名 在家自己录制了《化身孤岛的经》这首歌的音缘 发布后得到了很多听众的喜爱 有了第一批的布丁 也因为这首歌被《中国好声音》的导演注意到 并再三邀请周深来参加《中国好声音》 一开始周深是拒绝的 他害怕 恐惧在人前唱歌 后来被导演说服了 三个月之后放下一句狠话 你要是还不答应我 我立马穿拖鞋去北京机场等你了 之后在2014年7月25号 周深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正式出道了 这首歌原唱是西安琪的《我们都被忘了》 后来填词《化身孤岛的经》被好几个人唱了 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原唱 而周深的这个版本就是他的原唱 2023年7月25日 周深工作室成立后 第一件事就是买下这首歌的版权 由周深工作室出品 唐汉潇重新编曲 制作后的《化身孤岛的经》 以单曲形式再次发行 并在网云音乐APP上线 2020年7月28日在QQ音乐APP Google音乐APP上线 这意味着该版本《化身孤岛的经》 已成为周深正式拥有版权的歌曲 也知道我叫周深之后 还有没有人知道我叫其他什么名字 这一次你们好厉害 一次全部喊全了 什么周星星啊 卡布啊 周浅都有喊 听得很厉害 然后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然后也谢谢 以前就是我们隔空的对话 让我有勇气去站在大家面前唱歌 也谢谢大家一路 都愿意一直支持我吧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距离很远 让我们心的距离很近 也谢谢你们让每一个像孤岛一样的人 可以去开始慢慢地进行交流 你们也一定不会是那一个孤岛的精 我们一定可以成为最快乐的每一个天使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世界特别特别地温馨和美好 谢谢你们 你的指尖轻柔 抚摸过我所有 风浪冲中处的仇 你眼中有唇欲求 胜过我见过爱过 和一些山川与河流 曾以为我剪头 是那么的宽厚 路口唱起海底那座 虫楼 而在你同来之后 它显得如此轻手 我剩给你能奔跑的暗藏 网络歌手 他重唱了这首歌 这首歌就火起来了 这首歌遇到了周深 遇到了一个合适的人 初期写歌的时候 我写了一首歌 交给我当时的版权公司 交给我当时的老板 大家都觉得那首歌 很特别或者不太好 谁知道四年之后 突然间一天 他们打给我 这首歌卖了 买给谁 买给谢安琪 那很开心 给到阿K 那出来了 之后再有一个 叫做周深的歌手 他那时候 应该是网上的一些 翻唱的人 翻唱了 之后就hit了 之后他再真的成为了歌手 其实有时这首歌 你卖不出 你摆在那里 他可能会有一天 遇到一个对的主人 周深独一无二的清冷 与温柔并存的声音 让这孤独但温柔的灵魂 更加动人 歌词里 那条独特孤独又温柔的经 就想周深自己 他的个人经历 太符合这个歌词了 只有他能唱出 这首歌的内核 14年出道前 唱的那版是单纯的 孤独的脆弱的 20年的版本 则是温柔的 释然的 这条孤独的经 终于找到了 属于他的海岸 这首歌只有周深能唱出 化身孤岛的经的 真正含义 化身孤岛的经 由多名歌手演绎过 周深也一直强调 谢谢你喜欢 我这个版本的 化身孤岛的经 他在出道后 成立了周深工作室的 20年7月25日 买下版权 重新制作 把这首歌 送给一路陪伴的 布丁和生命 所以化身孤岛的经是周深正式拥有版权的歌曲 太多内地的称 叫到鬼山就 变得高音 很害怕 很害怕 但是见过很多 真的很厉害 当然厉害 很厉害 你印象最深是谁 印象最深是 当然周深 周深是很厉害的 但是当时她因为阿娜英剖过她 是啊 接着 哇 惹来了很多的评论 你别管 越恍越红 就是 行行行 我知道AI已最迟货了 那么我也想为现场的情侣们问一个问题 就是除了看古剧机演唱片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增进情侣之间的感觉